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图像旧人 我是小郑 这盆是小郑养护的一个香水柠檬 大约是在6月下旬到的 给它换盆之后就一直放在阴凉通风地方缓描 一直忘了给它移出去 今天去的时候突然发现 这盆柠檬树上面的叶子通通都被吃光了 状态还是很严重的 这些顶上都已经没有叶片了 只剩叶脉了 仔细观察发现上面居然长满了虫子 细鼠鼠有十几只 这种虫子叫柑橘凤蝶 这种虫子是比较有意思的 柑橘凤蝶最小的时候 就像一颗小颗的老鼠屎一样 黑乎乎的圆形的非常小 之后稍微长大一些就是这种状态 颜色灰一些的小虫子 然后逐渐长大 就会慢慢退皮成小小的绿色 再长大一些就会变成这种绿色 你一碰它它也会吐出红色的触角 有点像模仿蛇的状态 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化碱了 该橘凤蝶你从它的名字就知道 它最喜欢的就是橘子树 柠檬树 金橘一类的 从小就是以啃食叶片为生的 那像我们家庭养护发现的时候不用担心 一般只有几棵树 只要及时观察发现之后呢 及时的把它抓下来就可以了 抓下来之后呢 给它处理掉就可以了 那它对于果仁栽种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一旦爆发呢 叶片都会被啃湿 而且呢繁殖速度很快 从这种小虫到绿颜色的大虫呢 也就十几天的时间 就会影响到植树幼苗的生长和植树灌服的形成 果农一般会用高效绿浮青橘子来喷湿治疗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点 要是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等它化检之后把它收集起来 它到来年春天呢 就可以破壳而住 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 今天